好,一場那個很好的比賽 那剛才有人整場在落後 大部分時間之後在10分左右 他們沒有放棄,又很大的壓力 那我們的球員在下半場 關注度稍微比較沒有那麼集中 所以我們在第3、第4節的時候分數也要繼續往上拉 對,然後在第4節內亂流的時間 球員的執行能力在防守偷偷 跟進攻的主軸是被沒有抓好人 經過暫停調整 那這是我們球員現在撐上的地方 在暫停過他們可以把節奏再抓回來 那相信經過一個過年 然後到一個2月份兩週飛的休賽季 那大家也看到我們球員一直持續的進攻 那很感謝我們球員在這段時間很努力的去練習 然後甚至SIM也是一樣 SIM他在過年對的時間做得非常大的努力 對,然後所以在等於說在休息中回來 休息中回來後 這場球表現了 給你球員經過分數學良 然後他們大的勤務 對,也很厲害 好 那接著想要請SIM談一下就是 這次目前算是我們球隊上半季的最後幾場比賽 那可以談一下你自己跟隊友的模仿狀況怎麼樣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今天跟本內對戰感覺怎麼樣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今天跟本內的對戰感覺怎麼樣 一開始問一下 我們要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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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 尤其他組合的球員 跟在過程中 尤其是我們要比賽 尤其我們要比賽 i think we're learning where these local guys are getting their shots especially with me and Oskar,we're working on our chemistry there's a lot the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but Coach said, everyone's working hard over the last three weeks and we're really putting the work I think when they made their run,we pushed back that's just about learning we went through that in practice We built the scenarios of the team going around and coming back 所以我認為教練做得很好的工作 在準備我們一半的季節 他認為說現在的狀況 絕對比剛開季的幾場比賽 玩得要好滿多的 那當然這個 球隊在過去三個禮拜 也非常努力認真在做團隊的運作 那就像教練所講的 在暫停之後呢 球員的努力 跟團隊在一起的默契 是有增加的 所以我們才有機會 把對方靠近的分數再往回推 那更重要的就是說 現在的團隊的默契 的確是開始往上升 那也是因為教練團 在練球的時候呢 有用很多不同的 情況式的練習 把球隊可能放在落後的情況 然後再往上追分 那讓球員可以熟悉 不同的 比賽的情況 讓團隊的 作戰的方式可以更成熟 這樣子 第二次回答 第二次回答 是 我們都在外面上 在外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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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笑 在外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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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好 那接著想要請佳瑞談一下 就是 今天這場比賽可以看出來 你在出手比較果斷 那相較於開季出手比較猶豫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近 近期的調整狀況如何 其實 其實近期就是 剛好前一陣子遇到 賽程的調整 然後就是在練習的方面 的時候 隊友啊 教練都是一直不斷的在 就是幫我在做 我心態上的活動 然後 就是叫我出手 聊天 反正 投不接近就在同 然後 就是 所以也是 就是說 如果沒接的話 他會去幫我 下個陣子 就叫我不用 就是不用害怕 然後也不用留信心 謝謝 那 有沒有人朋友要罰我嗎 有嗎 有嗎 今天進區 60分 那就是說 除了自己以外 你會不會覺得說 本土球員或其他人 今天 攻擊進去的決心 比過更強烈的 這是我們在 這個季中 這個休息的時間 我們最強調的事情 我們希望我們本土 因為本土是有能力去 去控制比賽的 能夠去贏球的 所以 希望他們很堅決的去出手 然後現在在經過調整以後 其實我們每一個球員 都在自己的崗位上面 做好自己的工作 因為我們有很好的 因為球員有很好的 調整 可以去做到攻擊的方法 然後 又有SIM在進去幫助我們 去做一個吸引的 做一個吸引的功能 所以在他們的時候 我們接下來的賽 就繼續去強調 對 會不會很適合 還有媒體沒有要招募嗎 對 對 對 我們今天對前面的表現 覺得他的狀況 他也有設定怎麼樣的防守 是針對他 還是會怎麼對付他的防守 那個因為我們只有看過他的錄影帶給他做偵查 然後他還是一個非常有能力 然後非常有技巧的球員 那我相信在接下來的時間他的狀況會越來越好 那我們在比賽上面當然 這一場的重點就是要對他做很多的不同的防守設定 我們有做很多防守設定的演員 那我們球員在防守的時候也執行得很好 所以把他的分數壓在20分 所以我們賽期的關係說 大概20分左右的得分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對呀 這關是今天比賽我想聊一下 如果可以分享的話 換以後續洋將的規劃 還是就會設施接下來這樣 可以做 這個Kenny哥回答比較好一點吧 對啊 是這樣子 因為Brandon離開的確是一個很突然發生的事情 因為他家裡的確是有一些問題 他必須要回去 所以呢 我們洋將的規劃 就是洋將已經準備要 再拿了簽證 然後準備可以上飛機 可是就是說 我們也沒有放棄讓Brandon在這個球技 在4月1號截止前回來 所以 應該 有可能的話 Brandon他自己的事情處理結束以後 他可能就快速的會給我回覆 就是說他今年在4月1號前 可不可以歸隊 那另外一位洋將也應該會在3月的中旬左右 中旬前到台灣 所以在4月1號之前 我們可能會有3到4位洋將來選擇 將可以嗎 OK 謝謝 I'm just wondering Like Forveri I can see that like more and more like import players done like When you go in driving they are more physical right now So how would you actually 開る protect yourself a little bit better but 繼續 more aggressive I've been going through that my whole career I think I've been here a long time So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especially a good job Like Coach talked about it He said not so much emphasis on being in practice But more so in the weight room And he really wants me to work on getting stronger And working on my core And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he's helping me with And I'm getting with Sam our weight trainer And he's been helping me a lot Like all these past three weeks We did a lot of weight and strength stuff And I don't think any of us took any time off So we've been in the gym All of us working hard Yeah, I think it's true today 問題是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越來越多的身體的碰撞 是對於Sam的走位、搶位子、投籃等等 那Sam真的球隊有做什麼樣子的調整 可以讓這樣子的情況 更順利來得到或者是保護自己的安全 那球團在練習的時候 其實就不會有針對Sam做太多的身體的步驟 那另外可能就是在 抱歉 850塊 那另外就是在練習的時候 Sam也會有更多的體能上面 以及力量上面的訓練 我們的訓練是叫Sam 常常就是會跟Sam做很多的身體 重量的訓練 讓他來保護自己的身體 然後讓自己的核心的力量提升 那在過去的兩三個禮拜 沒有人在我們球隊裡面是在休息的 每個人都能努力的讓自己的球隊可以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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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